听到上面的音乐 大伙是不是很熟悉 没错 这就是跟随着我们从小学到初中再来高中的 眼保健操的音乐 不知道其他地区的眼保健操是怎样做的 反正北京的广大同志应该都经历了 每周五天每天上下五个一节 直周上前后门 听着看谁在偷懒 有人偷懒就口流动同级分 的 眼保健操 但是做了那么多年 一直也没有人告诉我们为啥要做眼保健操 做了它有啥用 检测的唯一标准就是主肝管兽 做就完了 那首先咱们来聊聊这个眼保健操到底是从哪来的 在远古的1958年 有一个叫刘世明的体育老师 他做了青光眼手术后 发现自己的视力衰退 于是根据学位的功效 自创了八节眼保健操 希望通过这套操恢复明亮的眼眸 于是眼保健功诞生了 正好在1960年代 北京市政府做了一次视力普查案 结果发现青少年的近视情况尤为严重 小学生近视率百分之十 初中生百分之二十 高中生达到了百分之三十 哎呀 这可不行呀 好巧不巧 他们就在这时候发现了刘老师的眼保健功 于是经过改良删减 眼保健功改名眼保健操 从1963年开始 在北京部分中小学逐渐扩大试点 最终推广到了全市乃至全国 一直流传至今 眼保健操也上了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呢 据说是1964年1月28日的报纸 不过时间太久远 找不到了 到头来 咱们的眼保健操是体育老师要的 神奇的是 推广半个世纪以后 全国的视力普查结果是这样的 小学生近视率百分之二十八 初中生近视率百分之六十 高中生高达百分之八十五 更神奇的是 这套眼保健操还没有做够充足的临床研究 就匆匆忙忙的被教育部的大胆们采纳 并推广到全国了 听外话 最后 刘老师的两位孩子也戴上了六百度和一千度的眼镜 刘老师本人也高度近视七百度 所以 出问题了 也许数据并不能说明全部 于是我自己改了了点证据 希望能一探究竟 关于眼保健操的功效 网上说法很多 大多数人非常支持眼保健操 这套操有美容效果哦 这套操疏通经脉调和气血 它可以增加局部血流量 改善血循环 暗柔耳垂眼血 网可以把耳垂拉大口有呼气呢 暗柔太阳血 网可以消除眼带呢 暗柔四百血 网有助于苹果肌的产生呢 暗柔 上海眼防所副所长杨靖文 曾经在1962年的论文里声称 推广眼保健操不到半年 上海市某小学 就有34名近视学生 视力恢复正常 其中一名女生坚持做眼保健操 视力就从右眼0.2 左眼0.3 变成了1.2和1.0 首先 为什么要做眼保健操 为了防止近视 消除眼部疲劳 作为长时 长时间近距离看东西后 如果无法得到足够的休息 就会导致角膜或精状体 曲率过大 各个趋光成分之间 组合异常 导致趋光能力超出正常范围 眼球前后镜增大 远处的平行光线 进入眼内后 会聚焦在视网膜之前 人看东西就模糊了 电子产品也会带来眼部伤害 罪魁祸首就是电脑辐射 液晶屏发出的辐射 会导致视网膜上的光敏细胞 视锥细胞 雕王 视锥细胞分三种 分别感知红色或长波 绿色或中波 和蓝色或者短波 但是蓝色视锥细胞太少了 只占整体的16% 虽然照进来了蓝光一大堆 人眼感觉到的蓝光 却极其微弱 高能蓝光穿透精状体 直达视网膜 虽然我们还没觉察 眼底却已经受伤了 肝眼症也是眼部问题之一 是由于肋液分泌障碍 导致的眼睛干涩 正确的眨眼方法以及闭眼 可以预防肝眼症 这个主要原理是增加肋膜的厚度 肋膜这个东西 黏在角膜外面 其中水液层中的肋液 可以填平角膜上的凹凸不平 使角膜变得光滑 事物时也就更清楚 肋膜也可以改善眼睛的趋光性能 所以流泪也是很重要的哦 说了这么多 其实预防禁食的方法就这几个 第一 滴眼药水 眼药水含有人工泪液 能够保持眼睛湿度 含有镇定和减轻敏感的成分 含有收缩血管 营养 抗菌 疼腿 清凉成分等等等等 神仙水 第二 得眼镜 包括框架眼镜 眼睛眼镜 OK镜等等 各种款式 对你选择 第三 做手术 常见的近视手术 包括角膜 趋光手术 人工精壮植入术 不过近视不是很严重的 没这个必要 最重要的 多闭眼 多眨眼 多睡觉 多眼眺 让你快要爆炸的精壮体 休息休息 哎呀好像跑题了 说回眼保健操 虽然眼保健操 不能像少人几个方法那么管用 但是它能增加血液流量 改善血液循环 这种对吧 你看 而垂眼学在这 四白穴在这 太阳穴在这 多卖穴的这一串 但是 这又有什么用呢 眼睛周围的穴位和血管那么多 为啥偏偏是那几个 而且血液循环的效果也是暂时的 如果治标不治本 没把精壮体和玻璃体 捏回原来的形状 那干什么都不能长期保护视力 不过可别忘了 像疏通经脉 调和气血 改善血液循环等等 这些说法并不是在 现代科学理论下得出的结果 一般情况下 若要探讨一个治疗方法是否管用 铁针针的证据必须来自大量实验 其中 Randomized Control Trail Systematic Review Media Analysis 和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等等 在证据金字塔顶端 它们几个是最管用的 咱们拿数据说话 拿结果说话 回顾研保健操发展历程 像上述这样严谨证明其有效性的证据 却没有多少 上海眼防所在2009年推出 潜息学生研保健操言格是为数不多的证据之一 文章说明研保健操的好处多多 可是文章本身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一直在拿各种仪器测量眼部血液循环 可是血液循环与视力改善之间的关系它没有解释 此外 这篇文章引用的一个实验中 研究者以幼儿视力作为参考 忽略了幼儿自身的视力可塑性 而且这个实验并没有设置对照组 相反 认为研保健操没有数据选拙性的实验很容易找到 我自己也找了几篇 比如这一篇是北京同仁医院王宁丽教授参与的 他表示研保健操可以在数据上短暂缓解疲劳 但是对于临床的意义不大 且研保健操在长期效果上 并不能明显预防近视 美国眼科学会在2013年的报告 Visual Training for Refractive Errors中 也认为近视断裂疗法并无短容 相似的文章也包括下面最便宜 其实早在1979年的全国眼科学术会议上 就有论文指出 研保健操对预防近视无可支持依据 以735名10到17岁做研保健操学生为实验组 以为做研保健操的198名学生为对照组 一年后检测视力及趋光度 发现多项结果两组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说这么多了 许多证据都表明 研保健操对近视的预防和治疗没有好处 个人认为关于研保健操的有效性仍带上去 我们需要更严谨的大样本调查 以及综合多个实验所得出的结论来断定它的有效性 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关于研保健操的讨论 毕竟在临床研究中相互矛盾的结果还是非常常见的 大家也都希望能有一个方法来预防近视吗 研保健操的初衷是好的 可是没有经过科学验证就忽然出台 这是不太合适的 直到现在 每天做研保健操还是很多学校的应景规定 说实话 职中生一走 大家也都不做了 各自做各自的事呢 如果毕业是保护势力更好的良药 那还不如让大家趁着这个机会多趴五分钟呢 是不是